今天凌晨,新北市板橋一柱停車場發生了砍人案件 警方到場調查之後,原來是感情糾紛惹的禍 據了解,理性檢犯懷疑前女友劈腿 促進大發持刀砍殺勤敵 造成對方的左手臂嚴重受傷 還有送醫治療之後,沒有大礙 凌晨10分,貨爆停車場內發生砍人案件 救護車和員警立刻趕抵現場 哪裡? 男子警察來了 我的左臂有嚴重的切割傷,我們先送你 見男子渾身都是血,救護人員趕緊將他帶上救護車送醫救治 沒多久,見識人員也到場拉起封鎖線,來回進行採證 然後他就突然吃刀就來攻擊 總之我朋友受傷受得很嚴重啊,對啊 只見事發現場血跡斑斑,而募集全城的女子驚魂未定 事發就來西北市板橋11號凌晨3點多,警方調查 理性嫌犯疑似因為不滿無姓男子和他的前女友單獨約出去練車 這才促進大發,遲刀猛砍對方 造成被害人左手臂割傷,嫌犯犯案後隨即開車逃逸 警方尋現逮人 原來他跑到新北市五谷,移出汽車旅館躲藏 見到大拼員警上門,嚇得一動也不敢動 裏男懷疑吳男與其女友交往,以致發生感情的糾紛 今年夜追棄三小時內,逮捕吳賢盜案 訓後依殺人未遂罪嫌,以請新北地檢侦爭 嫌犯這回促進大發,動手行凶 這一刀砍下去不只沒能挽回前女友,還害得自己前科再添一筆 謝謝賴欣揚,文豪,小沐語,清北市採訪報導